现在这个拖牌邮运机是这个型号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的话呢 我现在已经把它都已经拆下来了 那之前拆之前呢 就是也没拍 现在等一会还原的时候呢 反正一样 大家都可以看到 在家里的话呢 不管你是清洗 还是维修 对吧 就是对这个结构呢 比较看得清楚一点 因为网上呢 我也找了很多YouTube 好像都是拍得不清楚 也是请专业的人来修 修了以后呢 就是他也是马马虎虎 不把重点的东西给说出来 所以的呢 害得我也就稍微要研究一会儿 那今天主要是个什么原因呢 就这个拖牌邮运机啊 就是总感觉这个里边 一直会有那个蚂蚁出来 那这一户建的房子的话呢 就是这个蚂蚁的话 有的时候也是个问题 虽然外面有买那个杀蚂蚁的 就是但是这个蚂蚁啊 小蚂蚁 由于台风什么 进来了以后啊 他就不吃那个 就是蚂蚁啊 导致这个蚂蚁也会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查了一下这个来源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就是在这个版 平时不太注意 那虽然这个外面都有 就是通风口都有风口 对吧 太打了跪跤 但是这个工人施工的时候啊 这个时候 总总贵会有难免 有些工人啊 就是探个方便 把这些零碎的这个工作没有做好 所以导致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洞穴 这个虫啊蚂蚁啊 就是从这个洞穴里出来的 所以今天的话呢 我们已经查到这个根源 你看这里还有个蚂蚁 有个小蚂蚁在爬 其实这个蚂蚁还算少 其实的话呢 之前看到也有很多很多 好吧 现在我们的话呢 就是先第一步打跪跤 把这个地方啊 用跪跤把它堵住 有些朋友会问 你怎么最近这个美式节目不播了 这美式节目呢 肯定是要播的 但最近你也知道 在日本的话呢 很多生活的话呢 很多有一些 比如说特别是你住一户建的 一种房子 出了问题的话呢 你都要自己来维修 当然你如果租个猫雄的房子 公寓房的话呢 也会每个月交很贵的这个费用 所以个人建议的话呢 还是自己动的手会比较好 这个是刚刚去买的 硅胶嘛 这个是日本制的 因为大半都就说 日本制的这个硅胶啊 比较好 我们现在来给他打一下 硅胶枪的话 应该不用再教大家了 就买回来以后 这个头先剪掉 然后呢 把这个拧下来 拧下来反过来以后呢 他里边有那个 就是封口的 把他这个用尖的地方把它戳破 然后的话再反过来把它装好 这个枪的话呢 这个地方呢 是把它能够还原的 把它能够还原 回最大的这个距离 然后这个跪胶 然后加进去 加进去以后呢 把就是这里啊 你把它按 按了以后呢 他就把这个顶子给他顶住了 然后的话呢 这样就可以使用了啊 这个我就简单说一下 怕有些人不会嘛 视力下呢 这个也挺难的 呃 这个地方开档比较小 所以呢 我们现在先选用这个 呃 以前留下来的 就是用做空调的一个 像一个 嗯 石灰泥一样的 一个像橡皮泥一样的东西 我们把它就是 做出造型 把它先填补上去 然后再打微焦 这样会比较好 所以那个工人啊 我估计 就是他因为硅胶打不进 所以他就不打了 所以就导致这里 我懂 这也是一个原因 呃 这个地方缝隙比较小 所以前面就是用这种 粘土性的这个材料 就是粘空调的 呃 空调外观有的时候 因为也会有 呃 空隙嘛 用这个东西粘 所以的话呢 就是比较 相对啊 就是 呃 在这么小的一个家当里 做活的话 就是相对比较好 呃 而且他这个粘展性非常好 呃 基本上 你看你看你看 前面这个洞 基本上都补掉了 你打硅胶的话 你呃 可能就是 你没有上来的话 可能看不清楚 打硅胶的话 你这个 他这个 硅胶的这个 呃 针孔啊 你还 你还不一定塞得进去 呃 所以说这个材料是非常好的 呃 这也是日本的一个材料 在国内的话 我也没怎么见过 好吧 现在的话 基本上堵住了 然后的话呢 大家还要注意这个墙壁的 这个 这种缝 这种缝的时候啊 有的时候啊 也会有那个 呃 这个蚂蚁进来的 它是从这个 房子 呃 木结构于木结构的当中进来 所以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去打一点 硅胶 我们再试一下 这个硅胶打好以后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 稍微把它抹一下 实在有的时候不行的话呢 用手相补一下 纸巾的话把它擦掉 这样的话呢 就比较干净 现在的话呢 大功告成 之后再来拍一下 因为这个角落啊 实在是又高又 又又小 呃 打乖胶的时候呢 反正不是太方便拍 现在的话呢 都拍一下 就是你打好乖胶 然后我确定这个孔被 缝隙呗 封住以后呢 呃 可以用手的话呢 因为弥补一下 或者有刮板的话呢 刮一下 然后再把多余的部分呢 给擦除掉 这样就可以了 呃 包括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都补好了 这个地方呢 因为不需要 先问它下面就是这个木板了 对吧 这个上面我们补掉了 然后这个地方呢 只能用这个补 其他的话 打回家呢 不太方便 在这个材料上 再打回家的话呢 也不太好 这个和规 这种材料的话呢 因为随着时间 它会变硬 所以的话呢 呃 从事 装不进来的 所以的话呢 就是 这个都是不用太担心了 呃 绝对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个做工条 都恐比我们这个大多了 都没问题 好吧 那么这个隐患工程 我们就已经做好了 然后的话呢 插上电源 我们接下来就准备 把它安装 安装上去 ok好 现在就准备安装了 现在呢 先第一步呢 要倒上去装这块面板 这块面板的话呢 其实这里是有小孔的 但它装的时候啊 其实没有这么讲究 呃 就是直接推上就行了 呃 这两个螺丝 这个和里边那个 呃 这个是固定这个上面 这个板的 啊 所以的话呢 这个两个螺丝呢 你还是要先装 不然的话 你装好以后呢 这个上面的板会移动 好吧 这个不要忘记了 这个就在 它这个主机的 左侧啊 固定上层这个 呃 铁板的 好 现在然后的话呢 就把这个 盖板给它 就是 嵌进去 嵌的时候呢 大家当心 呃 这个的话呢 因为我这里装的话呢 因为正好是装在墙角 所以的话呢 尺寸是刚刚好 对 这个螺丝的话呢 就是固定它上面这个板 两边都是 呃 这里是用于调节的 呃 调节到 呃 你能看得到上面那个 呃 旋钮 然后把螺丝 牵进去 以后拧紧就OK了 好了 最难的部分 其实 这个上面盖板 都已经装好了 呃 这里呢 有点油污 呃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呢 可以用这个 种草啊 呃 去把它这个 擦拭一下 呃 没有时间的话呢 也问题不大 呃 里边这个 干净就OK了 主要是起到这个作用 然后呢 我们的 左边装的板呢 就和右边这个板一样 呃 斜的 呃 它这个地方呢 你看 有一个纹路 对吧 你就按着它这个纹路 这样把它 这个把它对上去 对吧 然后的话呢 下面的话 就把它嵌进去 呃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了 呃 先嵌下面也行 然后再调整上面 呃 直了就行了 然后把螺子上上 和那个右边的部分 一样就OK了 我们接下来就要挂 整整个面板 呃 面板的话呢 它的槽口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右边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 呃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控制器的电源 先把槽板挂上 然后把它接上去 就OK了 好吧 嗯 就是把它直接挂上去 就行了 还是比较简单的 这个地方 大家挂的时候呢 挂好以后 还要对准 这个下面的这个准形 呃 这个部分也要对准 要把它嵌进去 最后的话呢 把这根控制线 给它接上去 呃 记得它这个 把口的话呢 就是多余的 这个把口啊 是在下面的 啊 从下面插上去就OK了 反插也插不进嘛 对吧 嗯 这样插好就OK了 然后呢 我们再把整个面板 装上去 就全部给装好了 然后呢 两边都是一样 这个的话呢 就是有个锁扣 锁扣的话呢 要向里边 嗯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呃 就是现在我们在右边嘛 右边这个是一个锁扣 我当时是拆下来的 然后这个锁扣的作用呢 就是主要是起到有保护的作用 就把两边 刚刚我们上去的架子给它加紧 然后的话上了螺丝就OK了 啊 这个就是最后一步了 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两块这个挡油板 呃 因为已经拆下来了 所以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加一点重炒水 让它浸泡一下 然后的话呢 就是简单清洗一下就行 因为日本的油烟呢 还是算是比较少嘛 因为大家都是 要么就是外食 在家里做的话呢 相对也比较清淡一点 对吧 所以的话呢 这个油烟的这个油 油腻程度啊 肯定是比国内要少一点 但是的话呢 操作都是一样操作 这块板装的时候啊 一定要就是推到底 推到底装 否则的话呢 你这个到时候 这个板上不上去 好了 我们现在的话呢 就整个已经全部都装好了 呃 这两个板的话呢 就已经都给它给装上去了 对吧 然后的话呢 我是为了把光线调节大一点 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呃 这个连线前面也跟大家说过了 对吧 然后的话呢 这个板的话前面也说过了 就是 呃 一定要靠到底装 啊 你不能 因为它这个螺丝是有调节的 你过来装了以后呢 这个板到时候就装不上去了 尺寸的长度就不够了 所以的话呢 这块板一定要 呃 就是到底 然后上螺丝 啊 这个是要提醒的 啊 其他就没有问题 然后最后的话呢 就是防油纸 最后呢 我们把这个防油纸给它 放上去就OK了 好 我们最后把这个防油纸也给装上了 这个反正是日本的标配吧 在别的国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啊 然后的话呢 在日本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这样操作 估计台湾应该也会有 对吧 然后的话呢 如果你不够的话呢 这里可以加一个吸铁石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呢 一般建议三个月换一次吧 如果半年换一次的话 就是会比较脏 呃 这的确是 是有效果的 大家前面也看到 就是把拆开了以后 其实在里边是非常干净的 对吧 连这个板相对 也是比较干净 所以它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好吧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这个节目呢 就到这里 呃 今天这个节目的话 主要是和大家分享的是 一个这个油烟机的 怎么这个拆 对吧 这个油烟机 因为日本的油烟机 大家都没拆过 对吧 自己有的时候想拆 也不敢拆 呃 怎么拆 然后的话呢 一步步分解给大家看 第二个呢 就是主要是为了 告诉大家 就是一户建 有的时候你发现家里有虫 呃 一般来说 这个虫的这个来源 你家里看了一圈 没有洞穴 对吧 这虫的来源 就是在这个托牌 上顶层的 呃 这个呃 进风口 就是这个进风口这里 对吧 因为一般呢 你也知道 就是工人的话呢 他总会 就全世界的工人都一样 除非你看我这个片子的工人 你就算是比较优秀的 对吧 在一般工人来说呢 就是他怎么方便 怎么来吧 对吧 他身上也没有带什么 这个油灰 呃 跪胶 可能也没怎么带 然后的话呢 就给你装进去 就拉倒了 然后的话 呃 过了几年就问题出现了 好吧 就所以的话呢 就告诉大家 就是有虫的话 大家也看一下 检查一下这个上面 啊 有没有这个问题 好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